人性是经不住诱惑的 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只大恐龙 当这个男人的秘密被公开后 他也不装了 直接开始对着女警发出邀请 说我就是喜欢被捆绑 喜欢被虐待 而且就喜欢被你虐待 这句话在女人的心里开始发生了化学反应 这天他穿着红色的衣服 等在男人的门前 看来他的内心也住着一只大恐龙 自从谋杀的凶手抓住后 所有的人都以为安全了 但是安奈的爱人却对侦探说 这一切都是假象 背后还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这一切 原来安奈爱人以前就是一名记者 他一直在和FBA的一名警员 在调查安奈家族被敲诈的事情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当调查到维克多这个人的时候 意外也随之发生了 FBA的警员被人投诉 电脑里有见不得光的东西 就这样警员被撤职了 而记者也在拿到FBA的录音证据 准备公开的时候出现了车祸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 记者就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 而且总感觉自己被监控了 他把自己以前的消息和侦探说了 侦探确认是维克多在威胁安娜家族吗 记者说是的 所以侦探的调查开始了 他首先来到主管妹妹这边 询问他是不是维克多让他在船上杀人的 妹妹说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看着妹妹不说真话 侦探只好离开了 回到记者这边 他回到房子寻找安娜 而就在他离开的这一天 安娜为了自己的家族事业 干了一件无法形容的事情 总觉得他们是心甘情愿的 总之安娜得到了一个答复 那就是陈家会再次上谈判桌 但是安娜根本不知道 有着更加可怕的事情在等着他 记者开始要求安娜下船 回到陆地上说这艘船非常危险 但是安娜此刻说凶手不是已经抓住了吗 记者开始拿着以前安娜对自己的承诺对他说 你答应我你什么都听我的 这一次你就听我一次好吗 我们下船 安娜只是觉得爱人现在病情复发 看来需要治疗了 就安排了一个心理医生 在线上对他们治疗 很显然这样的治疗毫无意义 记者直接对安娜说 你现在只想着你的家族的生意 我知道劝不了你下船 我们还是离婚吧 安娜说 我们只是需要冷静一下 没有那么严重 记者说 自从上次出车祸后 你就再也没有相信过我 你甚至还觉得我就是那个杀了胖子的凶手 虽然当时他确实半夜出去了 但是并不是杀他 而是找到胖子 质问他为什么跟踪自己 胖子也在那一晚和记者说了 他现在在调查安娜家族被勒索的事情 所以他们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 记者还警告过胖子 维克多是无处不在的 他们可以看到一切 很显然胖子没有听进去 但是安娜却怀疑爱人是凶手 所以他们已经没有信任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安娜的手机响了 谈判已经开始了 没有办法 安娜只能离开去谈判 在谈判桌上 陈家女儿直接把自己的最终要求说了 一句废话都没有 说他们愿意拿出30亿入资到安娜的家族企业 但是条件就是他们企业的51%的股份 这个直接让安娜傻眼 说我们说的可不是这样的 但是此刻陈家奶奶已经让外孙女不要说话 让他们说 安娜看没有可以谈下去的条件 就准备离开谈判桌 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的发生了 安娜的父亲却没有离开 法律顾问则说 你现在已经把企业交给你女儿管理了 但是父亲非常坚定地说 只是交给她管理 而我还是这个企业的掌管者 就这样父亲在安娜怀疑的眼神中 和陈家奶奶握手 达成了协议 就这样30亿的交易正式达成了 这个时候安娜的弟弟走了过来 问谈好了吗 不用宣布破产吗 法律顾问说 是的 不破产了 但是我们也失业了 画面回到伊诺金这边 他按照安保提供的联系方式 找到街头人 然后交给他们5万欧元 让他把三个俄罗斯人藏好 另外苏尼忽然对伊诺金说 他认识一个辩认专家 可以辩认那个蓝色单子上面的信息 伊诺金也相信这个男人 就这样他们入住了意大利的一间高档酒店 第二天苏尼带着伊诺金找到了那个专家 但是专家说 需要带着这个蓝色的文件回去做鉴定 确认这个上面交易的记录 和发货方的信息 而就当女人准备要拿走这个文件的时候 伊诺金却说不能拿走 这个文件是关于他妈妈被杀的重要证据 但是专家说 他们必须要原文件 而苏尼这个时候也让伊诺金放心 文件绝对不会丢的 这个一般人肯定不会给的吧 但是伊诺金还是给了 看来他还是太年轻了 就在他们准备回到船上的时候 忽然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一个白色的衣服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三次了 所以他们立马开始逃跑 首先找到帽子和披荆 然后戴上 混进人群 迅速钻入到出租车里 就差一点点就被跟踪的人发现了 就这样他们来到了码头 找到了自己的船 然后准备回到船上 就在这个时候 伊诺金又突发感触 也许就这一天一夜 让伊诺金感受到了苏尼是个好人 一直都是在保护自己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忽然对苏尼说了自己的心里话 说自己的母亲十年前去世了 这一切对自己的打击太大了 好像再也没有相信任何人了 所以他一直都是封闭了自己 就这样苏尼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好吧 让他们继续吧 我们回到船上 就在安娜谈判的时候 记者没有歇着 他拿出一个仪器 开始检查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终于在房间的一个角落上 警报器发出了声响 很快主管和侦探就来了 看到这个摄像头 他们立马分析 这个绝对不是船上的监视器 那么到底是谁安装的呢 就在他们回到监控室 准备调查记录的时候 侦探这个时候看看船的旅行记录 有到过香港 也有到过避露 而全世界航海的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从未露面的维克多 记者就调查过 无论在哪里 维克多都能找到他们 那么有没有可能 这艘船就是维克多的 所以侦探立马在船的设计图上 找到一个隐秘的空间 询问后确认这是在底下二层 就这样侦探拿着斧头 找到下面 慢慢摸索 找到一个房间 然后用斧头砸开了一道口子 里面露出了一道蓝色的光 看来他们找到了重要的线索 画面再回到周长这边 上次被发照片威胁之后 他立马找到安娜的弟弟 他们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威胁他们 所以周长直接怀疑是安娜的妈妈在威胁自己 而这两个人 就这样被监视了 还不长点记性 又开始干柴烈火了 没有办法 还是年轻啊 欲望啊 周长又找到法律顾问 询问是不是他在监视自己 发那些威胁邮件 法律顾问也是一脸萌 很显然他并不知情 那么是谁在监控这艘船呢 期待下一集吧